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事啊 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因为在酒吧发生了点小摩擦 多人是当街户殴 不想呢 这全都进了班房 而其中一个人啊 是因此错过了自己的婚礼 眼前这一幕并非是在拍电影 而是今年6月21号凌晨 在昆都附近发生的真实的一幕 那几名男子为何会当街动欧呢 这还得从一旁的酒吧说起 当天晚上 蒲某和朋友来到昆都一家酒吧消遣 刚好碰到了之前认识的王女士和田女士 但两人旁边却坐着四名陌生男子 有心生处于 然后就上前质问他们 你为什么在来到酒吧之后 也没有那个叫他们进行娱乐 或者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双方就发生了一个争吵 争吵之后 王女士和田女士 与四名男伴离开了酒吧 不想他们刚坐上车 心有不甘的蒲某带着朋友 上前拦住了出租车 就平方的引擎盖上 然后呢 不准一个 徐某的 就离开了酒吧 双方对峙过程中 蒲某一直纠缠着王女士 并叫来了多名男子 随后 蒲某掏出啤酒瓶 对与王女士的四名男性同伴动了手 期间 一名男子被几人打倒在地 当场昏迷 但蒲某某等人似乎并不解气 还上前猛踢这名男子的头部 就出现了这个头部多处有骨折 然后呢 那个炉内出血这个情况 那个已达到了轻伤一级 根据受害人的描述 林警很快将涉嫌寻衅滋事的几名嫌疑人抓获 而与蒲某一起尾随 殴打受害人的张某 在被捕时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 张某是跟那个蒲某是同时关系 张某因为逞强 意气用事 认为替朋友出头 然后卷入了这个事情 最后张某被抓获的时候 他是去那个大礼接他的那个亲家 准备来自自己的老家完婚 那么他当时被抓获的第二天 实际上是家里面半酒鞋 他自己的这个人称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仪式上 他自己便没有参加到 他的结婚仪式上 他自己已经在这个抗执所里面 所以呢是非常遗憾的 目前图某等人已经被警方刑拘 将面临三年以下的刑事处罚 805个9记者报道